以灵之战后 蜀国和吴国分分合合 迫于北方强大的魏国威压 最终和好了 双方互相派使者 蜀国诸葛亮派的是邓之 吴国孙权派的是张温 蜀国和吴国双方谈妥后 准备等待时机北伐 魏文帝曹丕得到报告后 大怒不已 认为吴蜀联合 必然会北伐对魏国不利 曹丕于是先下手围墙 御驾亲征 带领大军攻打吴国 曹丕这次出征带领的水陆大军 三十多万 大将有曹真张辽 张和文聘 徐晃 徐楚 吕钱 曹修等人 刘业 蒋济两人是军中参谋 沙相广陵 东吴的晴天柱 陆逊坐镇荆州 不敢轻易离开 孙权采用激将法 故意说眼前无可用之人 东吴大将徐胜挺身而出 愿意带领一支军队对敌 升勤曹丕献给孙权 孙权听了后 大喜 于是封徐胜为安东将军 带领军队御敌 曹丕乘坐大龙舟 浩浩荡荡来到东吴边界 突然狂风大坐 大船差点轻浮 众所周知 北方军队不善水战 当年曹操在赤壁 就是因为北方士兵水土不服 被孙刘联军击败 现在曹丕带领的北方汉鸭子 还被和吴军交战 碰到大风便差点葬身大海之中 徐胜带着孙勺 丁凤等众多武将趁此良机 再次使用火攻之计 攻打曹丕大军 曹丕的十条龙舟被烧了十条 他在文聘的保护下 从龙舟上了岸 又在张辽 徐黄等诸多曹操时期的 猛将保护下狼狈而逃 这一战 为文帝曹丕损失惨重 其中十条龙舟被烧 马匹 车杖 军资器械丢弃的不计其数 实际上 这些都不值一提 曹丕最大的损失 是大将张辽 曹丕上岸后 被吴国名将丁凤拦住去路 张辽手急眼快 拍马挺身而出 想要阻拦丁凤 掩护曹丕逃走 没想到丁凤不按常理出牌 他没有和张辽单挑 而是对准张辽射了一箭 正好射中张辽的腰 虽然张辽没有当场毙命 但他被救回许昌后 不久便箭窗蹦裂而亡 张辽是魏国五子梁将之首 外姓将领第一人 深得曹操 曹丕其重 张辽当年镇守合肥时 曾以八百勇士击败孙权的十万大军 还差点生擒 活捉孙权 威震逍遥今 江东小孩子听到张辽的名字 都吓得不敢哭了 东吴猛将的天花板太史词 也是死在张辽的手上 总之 张辽对东吴众人的压力太大了 吴国名将丁凤 竟然侥幸一见射中东吴最恐惧的敌人张辽 随后张辽病逝 从此 东吴众人谈官相庆 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许多 演义中相关原文如下 岸上一镖军杀来 为首一将乃丁凤也 张辽急拍马来迎 被凤一剑射中其妖 却得徐晃救了 同保卫主而走 蛇军无数 以上只是三国演义中张辽的结局 那么在正史上 张辽又是怎么死去的呢 正史上 曹丕对张辽也非常器重 听说张辽的病久未痊愈 于是将张辽亲自接来 和他坐同一辆马车 还让御医给张辽看病 直到张辽痊愈 张辽给吴军的威压 比演义中还厉害三分 孙权很可能被张辽打出心理阴影了 他如果攻打某一个地方 只要听到镇守的武将 使张辽便不敢前进了 即使张辽生病也是如此 孙权得知张辽生病后 对仲将说道 张辽虽病不可当也 甚至不是孙权太谨慎 而是张辽太可怕 太生猛 公元222年 张辽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依旧抱病击败吴国名将旅犯 缴获了大量吴军的舟船 然而张辽的病情 一天比一天严重 打仗消耗了他最后的力量 最后在将都逝世 既然张辽是病逝的 那么罗冠中为何要给张辽安排一个重箭身亡的结局呢 其一罗冠中故意贬低魏国大将 因此安排丁凤射杀张辽 罗冠中在三国演义中的整体基调是尊流贬槽 对于东吴的笔墨不是太多 其二罗冠中认为 马格果师才是一名武将最后的归宿 张辽是一代名将 不应该病逝 而是应该战死沙场 太史辞甘宁两人 也是因此被罗冠中安排战死沙场的 但是只只只认为